大家好,我是文明,欢迎来到Durance Museum。 今天我会带大家看一下这场特殊的辽代的展览。 这场展览讲述的是发生在公元十世纪和十一世纪中国辽代的故事。 这个帝国当时从西到东有四千多公里,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一个帝国。 说到契丹族,人们对他们的印象往往是在战场上的勇猛,而不是生活当中的点滴细节。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这些小东西上面,其实他们对于生活品质还是有很高的要求的。 比如说这个精致的挖耳勺,还有那个精致的项链和手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除了功能性,他们更注重的其实是生活品质以及审美情趣。 这场展览最大的亮点就在于这个面具了,它是2018年陈公主去世的时候她所携带的一张面具。 她当时去世的时候只有17岁,但是由于她地位的显赫,在她的墓穴当中与她一起入土为安的还有数不清的金银财宝,以及她各类各样丰富多彩的生活的用具。 像这样的面具,在陈公主的墓穴当中一共有两个,一个是她自己的,另外一个是她当时的夫君的。 而且这个面具特殊之处在于中国辽戴的皇室是目前已知的唯一的一个家族会携带着面具进行殡葬的。 这并不是Dress Museum的第一次关于中国的展览,之前还做过关于西安兵马俑以及中国的金色年代唐代的故事。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能够在荷兰的阿森市看到这样一场特别的关于中国辽戴文化的展览,我是非常惊喜,甚至有点感动的。 对于这些古老的中国文化,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就快点来亲身体验一下吧。 感谢观看